鸿海水域是重要的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 确保该水域畅通 确保过往船只的安全 不仅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也有助于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国际贸易秩序 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方对一段时间以来 在鸿海水域多次发生袭击和扣押商船事件表示关切 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袭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尊重并保障各国在鸿海水域的航行自由 我们认为各方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 都因为维护鸿海水域航道安全 发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作用 当前野门问题正处于关键节点 鸿海局势的紧张 为推进野门政治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给本已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 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坚持对话协商 推进政治解决 避免采取任何加剧局势紧张的行为 尽最大努力 维护野门政治进程的积极态势 主席先生 当前鸿海的紧张局势 是加沙冲突外溢影响的表现之一 尽早在加沙实现停火指战 缓解当地的人道危机 有助于防止鸿海局势进一步升级 防止中东其他地区 也被拖入冲突与战乱之中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继续为推动鸿海紧张局势降温 野门问题政治解决 加沙实现停火指战 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做出不懈的努力